What's up 大家好 我是阿烈 我們又再次見面 Hello 在3個星期前去了Foodlogger 行街 剛巧遇到NBA球隊的展覽 主要內容都是Nike最新的NBA球衣 還有幾對主隊配色的Air Force 1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系列的產品發售 就是Converse Crossover NBA 出回他們最經典的一款 NBA30支球隊所有球隊的配色 Chuck J-Lug就是當年上古神獸 最遠古的名人堂成員 選用的最原始最基礎的籃球鞋 Foodlogger帶 Boom 一個白色的盒子 這裡有閃閃的標籤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兩個數字 213和250是甚麼意思呢 先打開它 Chuck J-Lug Awesome Boom 最經典的籃球鞋 大家可以先看看大概它是怎樣的 非常復古 它整個鞋 不過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穿過這款 右腳和左腳無論是外面或是內面 現在的花紋和桃案都是不一樣的 紐約隊的橙色和深藍的配搭是很棒的 看上去就跟一般的All Star沒有甚麼區別 都是一塊布再加一個鞋頭 但你真正拿上手其實是重很多的 至於為甚麼這麼重呢 我覺得應該是跟它的物料有關 它裡面都是皮 包括它的鞋面都是皮了 它做到鞋頭相當堅固 因為這對以前是一對籃球鞋 保護運動員的腳趾公 它從它的鞋頭一直到它的鞋身 它的鞋尾 都是用一隻七皮的染色料塗上去的 沒有看到任何膠水痕跡 大家可以眨眼看鞋面的花紋 這個鞋面是由NBA的波衣所做的 竟然可以想到把波衣用來做鞋面的質地 而且因為根據波衣的物料不一樣 它的透氣孔的形狀是大不相同的 不只用同一件波衣所做出來 而在我穿著的過程當中非常舒適 據說它的中底是用Lunerloin 我便可以穿著去打一場球 而且還要配上超短褲、超緊的背心 可以把頭帶帶回復古 上面這個印章有兩個數字 是113和250 這雙鞋限量250對 而這雙是113對 其實在買這雙鞋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是限量版 直到買了之後店員才跟我說 每一款配色只限量250對 全球快為之內 我當時想一想 我竟然收藏了一對有編號的限量版 第一買了Jordan或者Easy的朋友 可能覺得波鞋真的很少 很難買 那其實是否叫限量版呢 有可能一批波鞋限定一萬對 賣完就不再做一批 我不認為這一種是真正的限量版 而真正的限量版我認為是一對波鞋上 應該有它的編號 這個編號會告訴你 它是第幾對 而所有的批刀裡面 一共做了幾對 而這些才是真正的限量版 穿這麼正的復古波鞋 當然要配合一條正的復古牛仔褲 你們這次又補了 NUDY Jeans The Naked Truth About Denim 買了之後這個印尾開 一條NUDY牛仔褲 它經典的皮牌 NUDY經典的褲袋花紋 而其實正正是這個花紋吸引了我 在官網上已經受評 而其實這個版本是NUDY 紀念他們的法織城市 第397年的生日 這個城市就叫做Gothenberg 而NUDY的牛仔褲 這個一向都是由天然的有機面所即食 用的都是天然的藍色染料 它的副形名叫做Tilted Toe 在腰圍上面 前面是比後面低 副管一直從上而下 收緊 副腳那邊是小的 收你的腳形 但又不會像Slim Fit那麼窄 那我們就一齊試試這雙鞋 再配襯這條褲 看看你們喜不喜歡這個搭配 再配襯這條褲 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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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一次和大家說牛仔褲 我對牛仔褲的興趣都很深 可能以後會出些牛仔褲視頻 再看觀眾你們喜不喜歡看 今天很開心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關注我的微博和我即時互動 我是阿烈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